你觉得张子怡、黄晓明、张震、王丽宏等主演的电影《无问西东值得看吗?》 你觉得张子怡、黄晓明、张震、王丽宏等主演的电影《无问西东值得看吗?》 电影《无问西东》在2018年1月取得了高票房,看过的人都说好看,故事情节特别感动人,有的人甚至会感动得泪流满面。 张子怡称,拿到剧本第二天就去欧洲了,在飞机上看剧本时,看到一半就被感动得泪流满面,和尚剧本不敢继续往下看了,但是又好奇接下来结局会是什么,最后是很好奇很挣扎地看完了剧本。 看剧本被深深感动的还有黄晓明称,特别的感动,两次为他流泪,特别喜欢这个剧本,所以很有兴趣地要参加这个故事。 这部戏,戏里戏外角色和演员都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与品质,对自己爱的人,和对自己奋斗目标奋不深的全身投入其中。 王力宏在拍这部戏时,坚持不用替身,有一场他要钱翻滚的戏拍了19次,第19次过了,工作人员赶紧冲上去,因为他的肩膀磨出血来了,渗透了戏浮,可是王力宏却很开心地凝聚着那场刚过的监视器回放的表演,根本没有在乎自己已经受伤出血的肩膀。 这部电影是由李芳芳指导,张子怡,黄晓明,张震,王力宏等主演的剧情电影,都是知名有实力的大明星阵容。 影片讲述了四个不同的时代,却是同样从清华大学毕业出来的年轻人,对青春理想满怀期待,也是因为时代变革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,最终找到真实自我实现理想的故事。 这应该是不很励志的电影,不惧怕任何困难,也要咬紧牙关,永远不会放弃心中理想,努力自尽勇敢地向前看,只要相信自己能成功,理想会向你招手靠近的,绝对不能让烦恼挫折打败自己。 希望这部电影的故事能翻拍成一部电视剧,因为我也非常喜欢这种类似故事情节与那个年代的故事,非常值得人去回味与探索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